大家好,我是谢涛 我的新节目 谢涛讲难度北规已经上线了 节目延续了三国道明清之后的民国历史 讲述两百多个民国大师的故事 串联整个民国史 和过往的节目一样精彩有趣 您也可以点击声音简介里的专辑名 直接跳转到新专辑 不是会员的话 首月六元即可成为会员 添加微信号 人文600 也就是字母RENWEN 加数字600 即可加入粉丝福利群 各种激起奖品等您来领 接着上一回继续为您说 曹操娶了变姑娘 是不是因为他身边没女人呢 事实是恰恰相反的 曹操身边早就娶了老婆了 曹操的正妻叫丁氏 到这个时候 都没能为曹家生下一儿半女的 后来又娶了一个刘氏 确实也为曹操生下了一子一女 但是生下没多久之后 就病逝了 生下这个儿子就是曹昂 那个女儿 后来就是清和公主 最后成了夏侯敦的儿媳妇 在当时的人看来 自己家里只有一个儿子 显然是不够的 特别是权贵之家 就算是有一百个儿子都不嫌多 所以曹操是有充分的理由 娶这个畅龄出身的变姑娘的 不仅仅是因为变世漂亮 有艺术细胞 更主要的是因为丁氏和刘氏 是父母之命 而和变姑娘却是自由恋爱 自主选择的 喜欢了就选吧 自己选的东西 才真正值得拥有 这就是曹操的人生哲学了 并且让他受益终生 于是乎 父贤在家的曹操 读自己喜欢的书 结交自己喜欢的朋友 娶自己喜欢的女人 人生如此 夫妇何求啊 当然了 这种感觉 是面对七老八十的老头子 而曹操呢 正是建功立业的好年华 却不得不过上了 这种退休老干部的休闲生活 对于一个有志青年来说 这不亚于一种侮辱 就在曹操不断地思索人生 考虑着 自己以后的大好年华 是不是就这样 消磨下去的时候 180年的七月 朝廷来诏书了 宣曹操进京 并且把他任命为义郎 曹操不是得罪了很多人吗 怎么还有人要提拔他呢 对 几乎所有人都不敢提拔他 除了一个人 这个人 就是皇帝 确切地来说 是皇帝的一个梦 汉陵帝对宋皇后下手以后 良心很不安 在某天夜里做了一个梦 梦境当中 他的老爸汉桓帝现身了 责骂他说 你冤杀宋皇后 他自肃于天 上天震怒 你罪责难赦啊 听到死鬼老爸 说到这样的话 这汉陵帝一个机灵 就给吓醒了 醒了以后 心里慌得不行啊 就找身边的人 说道说道呗 皇帝身边有一个比较信得过的宦官 叫徐勇 汉陵帝就给徐勇 讲了梦中的情节 问这到底是不是凶兆啊 该如何化解啊 说来也巧 这个宦官徐勇嘛 一直以来是很同情宋皇后的 一看皇帝有悔改的意思了 就赶紧地趁机为他说了很多好话 要知道 宋皇后在生前 汉陵帝是一点都不怕他的 但是 现在他已经成鬼了 汉陵帝心里就害怕害怕的 加上徐勇这么一说 啊 汉陵帝后悔了 想做点事 弥补一下了 但问题是 皇帝是不可能犯错的 永远不会犯错的 所以公开认错 是不可能的 那到底该怎么补偿呢 最好的办法就是悄悄的启用一批 因为宋皇后的案件 而遭遇株连免官的倒霉袋 而且啊 这汉陵帝还唐安皇之的搞了一次官员海选 啊 命令公卿 推荐那些通晓尚书啊 毛诗啊 左转春秋啊 古梁春秋的人 这些人啊 都是很有才的嘛 提上来提上来 为朝廷当一郎 于是乎 曹操就因为能古名学 就被再次征召入朝了 当然了 这也是官方的说法 私下地嘛 有些官员说 曹家应该感谢他们 因为正是他们看在曹操的老爸 曹松的面子上 才向朝廷推荐了曹操这个不知深浅的小子 当然了 作为报答 曹松也会推荐他们的子弟 所谓官员选拔 有的时候就是暗箱操作 人情来往嘛 你给我一块饼 我还你一碗汤 彼此笑哈哈 心里超级爽嘛 好了 就因为这个原因 曹操回来了 所谓的一郎 说起来呢 就是参谋顾问的意思 也就是皇帝当时的智囊团了 天天跟在皇帝身边 随时应对皇帝的提问 关键的时候 给皇帝出出主意 把把关什么的 说起来 这个官位很重要 做的事情很有面子 但实际上呢 这根本是一个可有可无的虚职 因为皇帝是无比伟大的 特别是对于一个昏君来说 根本不需要别人指手画脚 什么提醒啊 指点啊 这才是天下第一呢 你们算个啥呀 所谓的一郎 无非是皇帝用来向天下 表示自己开明的道具而已 所以啊 做一郎 也很简单 平时啊 免开尊口 关键时候 慷慨激昂地宣称 坚决拥护皇帝的英明决策 哎 这就够了 比如说 那个非常出名的蔡庸 之前一心一意地为皇帝提意见 结果不是被整得很惨吗 到了后来 干脆啥也不提了 不再说话了 一门心思给太学修订教材 就打算这么在朝廷混下去了 现在看到曹操来了 很像当年的自己 所以蔡庸对曹操还是很好的 曹操也非常感激他 到后来曹操手上有权力了 一门心思的 就想把蔡庸的女儿蔡文基 从境外接回来 和这个时候 他们结下的情谊 是有密切关系的 不过曹操不是蔡庸 曹操刚来 一门心思的 就想做点事 尚书向宦官开炮 为那些被宦官修理的 倒霉大而代言 曹操啊曹操 你的自信心 倒也真是爆棚 居然敢直接给皇帝 刘虹写信 要求老大 这样那样的 你知不知道 你骂宦官 言下之意 就是说皇帝昏庸啊 宦官是奸邪 对不对 那就是皇帝 没有任用贤能的原因嘛 这样一来 曹操 你又得罪人了 而且得罪得更深啊 在公元182年 曹操上书 检举公卿大人 与宦官勾结谋取私利 这一次举报 曹操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同时举报同一件事的 还有当时的司徒 陈丹 这个丹 是丹务的那个丹 你要说 光曹操一个小义郎 出来说事 汉林立可以理都不理的 可是陈丹是司徒 是三公之一 司徒和曹操 说的是同样一件事 那汉林立就不得不回应了吧 事实很快查清楚了 陈丹和曹操举报的事实 是真的 汉林立不能不高度重视了 把被检举的人 狠狠地K了一顿 怎么样 陈丹 曹操 你们总该满意了吧 不会再叽叽歪歪了吧 哎 曹操陈丹满意了 不等于那些宦官高兴了 宦官一直被汉林立捧在手心里了 现在却因为陈丹的举报 挨了老板一顿臭骂 什么时候受过这等委屈啊 哎呀 受了委屈就得报复嘛 没有机会都要创造机会来打击嘛 你陈丹能举报我们 我们就不能举报你啊 可问题是 汉林立对被举报的陈丹 下手重得多 对宦官只是骂了一顿 对陈丹呢 是直接扔到监狱里了 而且 扔到监狱里没多久以后 陈丹就非常离奇地死去了 离开了这个 让他绝望透顶的世界 陈丹死讯传来的时候 曹操哭通一下跪在地上 差点想给汉林立扣几个响头啊 幸好啊 老板只是让自己当一郎啊 如果不是因为自己当那个芝麻小官 躲过了宦官们的注意 自己恐怕这一回也会死在狱中吧 哎 现在的朝廷不可匡政啊 这样下去 国家已经没有希望了 此情此景之下 曹操只能选择沉默 不再说什么了 而他的内心 却在默默地呼唤一场风暴 希望这场风暴 能把朝廷上的污浊 扫得一干二净 风暴很快就来了 他没有让曹操等太久 几年后 公元184年 甲子年 黄金起义 一下子全国各地 竟有数十万人造反 星星之火实在是太多了 朝廷根本腾不出手来评判 关键的时候 总觉得手头兵力不够 于是汉林立运用国家权力 下召全国总动员 鼓励各个地方的官员和民众 贡献马匹和武器 而且特别规定了 龚青大副可以推荐自己的子孙 参加评判 而小官们 百姓们也可以自己组团 带上自己的队伍到官府报到 参加评判 最后由官府统一分派战斗任务 一时之间 当时社会上的年轻人一见面就问 嘿哥们 你今天去报到镇压鹅贼了吗 当时对黄金军的一个贬称 就是鹅贼 非鹅扑火的那个鹅 当然了 大家这么积极 老板是要有回报的 朝廷许诺了 凭黄金之后将会有重赏 有官的胜官 没官的封官 在这一波风起云涌的大潮当中 被来三分天下的势力 纷纷冒头了 曹操上前线了 孙坚带子弟兵来了 刘备也带上自己的兄弟伙 凑了一队人 兴高采烈的开始剿灭黄金了 在这场时代大潮当中 他们开始冶炼自己的传奇人生 曹操担任的是纪都尉 带上朝廷分给他的五千人的骑兵部队 作为后援赶到影川 纪都尉这个职位呢 不在常规的编制序列 只是一个临时的职位 不过算起来 他已经是两千半的中层官员了 和一个地方太守是平级的 而且在当时打起仗来 骑兵部队是王牌 所以这一趟走 曹操可以说是被委以重任了 为什么这个得罪人的小子 这回这么被看重呢 一来是和曹操喜欢兵法有关系 大家觉得在这方面 他确实是个人才 和平的时候搞搞窝里都可以 现在黄金都反成这个样子了 那还是让曹操到前线去练一练呗 另外一方面 曹家的人脉和财富 也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曹家有的是钱呢 给朝廷贡献战马什么的 根本就不是个事 估计曹操带去那五千人的骑兵部队 里边相达一部分战马 都是曹家给贡献的 再加上 现在在前线指挥打仗的黄辅松 可是曹操的老同事 黄辅松也曾经担任过一郎 作为武将 他对曹操这个喜欢兵法的年轻人 印象是相当深刻的 所以把这个年轻人推荐上去 他也是很乐意的 成人之美 举手之劳 何乐而不为呢 也许黄辅松并没有想到 自己的这一次举荐 很快就有了效果了 曹操很快用实际行动回报他了 黄辅松和朱骏领兵打波才的时候 朱骏在路上被波才打了一个满地找牙 黄辅松来接手的时候 开始也吃不住劲 一路败退 一直退到了长社这个小地方 就当黄辅松和手下的官兵们 手持火把冲出长社城 把黄金军的军营烧得火光冲天 人仰马翻 黄金军四下逃散 而黄辅松手下 人数不足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黄金军 从自己眼前跑掉 这一场妙计 最后可能是变成竹篮打水一场空 啥也唠不着 就在这个时候 曹操率领手下五千骑兵杀到 广袤的平原正适合骑兵发挥自己的优势 黄金军的战士刚刚从火海里逃出来 眼瞅着就可以逃离苦海 躲掉官军的刀剑了 没想到 邪刺里杀出一只骑军 赶上之后 恶话不说 闪亮的刀锋 像暴风骤雨一样砍下来 彻底粉碎了黄金的逃生梦想 率领这只骑兵的 正是曹操 火攻容易啊 但是火一烧起来以后 人的本能就会逃啊 一逃散之后 那么黄金军的主力 依然不可能被摧毁的 现在曹操的骑兵部队 非常及时地赶到 包了黄金军的饺子 这一下 黄甫松 朱骏和曹操三路兵马 合围一处 纵横驰骑 最后一仗下来 斩首数万 隐穿的黄金主力 被彻底摧毁了 鱼部不得不退往南洋 喝饱了鲜血的大地 在战后显得分外的寂寥 曹操骑在马上 回望着如血残阳 以胜利者的姿态离开了 曹操第一次 来到了真正的战场上 领略到了骑兵的爆发力和破坏力 在以后 风云争霸的日子里 他一次又一次地 把骑兵部队推到了前面 他的骑兵一次又一次地 让敌人文风丧胆 这一年 曹操三十岁 孙坚和他一样大 也是三十岁 而刘备 这一年 二十三岁 从某个角度来说 他们都应该感谢黄金起义 如果没有张脚 曹操也只是个道具 充当民主摆设的小一郎 而孙坚 也只是一个得不到提拔的 苦情的县城而已 至于刘备嘛 那就更可怜了 只是一个在市场上 瞎晃悠的小商贩而已 不过 这又怎么样呢 社会已经变了 时代的大潮已经来了 这一些英雄们 他们的出生背景 已经不重要了 他们的面前 再也没有什么 可以阻挡他们了 在汉帝国的废墟上 这些英雄 要一个接一个地 建构属于自己的世界